今天要来跟你们分享五倍券的详细懒人包 以及信用卡的加码最高可以让你想要69%的回馈哦 哈喽我是许妮 今天想来跟你们分享五倍券的详细懒人包 五倍券在9月22号的时候就要正式登场了 今天会详细跟你们解说一下五倍券到底该怎么绑定 以及有哪些优惠 除了五倍券之外还会一并来跟你们分享 其他的券总到底要怎么使用以及要怎么领取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就继续看下去吧 如果说你今天还在寻找一个高活出的数位账户 我这边会推荐你可以申办远年的Banky 只要透过连结申办呢 就可以直接想要2.6%的超高货存 一路延续到明年 不需要任何门槛以及条件 在下个月的21号开始呢 就可以想要2.6%的活出利率 如果说你今天金额超过5万块的话 也可以想要0.6%的活出利率无上限 不管你今天是小资组或者是资金大户 远迎Banky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次领取五倍券的资格以及消费同路 跟去年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的 但是我这边呢还是会简单的跟你们分享一下 五倍券它详细的基本资料 首先呢在于领取资格的部分 你早是在2022年4月30号以前所出生的公民 以及呢你今天是外籍配偶 或者是呢你今天持有永久居留证 或者是呢外交官员证的人呢 都是可以领取这个五倍券的 那有些人会很好奇 为什么到明年之前都可以领取呢 因为呢五倍券的使用期限 是到明年的4月30号 所以啊如果说你家是有在这期间出生的婴儿的话 他一样是可以领取五倍券的 这一次五倍券的消费限制呢包含了 你不能拿它来购买股票 礼券除职或者是严品 以及呢你也没有办法拿它来缴账单 或者是缴罚金以及水电费 五倍券可以使用的时间是从今年的10月8号开始 一路到明年的4月30号 这一次的五倍券一样分成了 纸本以及数位的部分 首先在于纸本五倍券的部分 它的额度呢包含了三张一千块 两张五百人 以及呢五张的两百块 纸本券的部分分成了三个时间可以预约或者是预定 首先在于超商超市的部分就分成两个梯次 第一个梯次呢是从9月25号到10月1号之间呢 都是可以在超商超市预定的 领取的时间呢则是从10月8号到10月21号 而第二梯次预约的时间则是从10月25号一路到10月31号 而领取的时间呢则是从11月8号到11月21号 接着在于邮局的部分 他从10月4号开放预约而从10月12号之后呢就会开放领取了 所以啊如果说你减少点资本的话你要记得他的时间限制 接着如果说你减少绑定数位5倍券呢 他从9月22号就开放绑定了 数位5倍券呢你今天可以绑定信用卡或者是电子支付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在前400万名绑定的话呢 就可以在额外加码500元的好时券 而这次数位5倍券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呢 他有新增一个共同绑定的功能 这个共同绑定的功能呢 有点像大家把5倍券绑在同一个账户里面 所有人的额度呢都是一起叠加上去的 最多呢可以5个人同时绑定同一个账户 所以呢这个账户最高的金额可以达到25000块 有信银行呢也针对共同绑定的部分在额外提出了不一样的加码 那以上就是5倍券比较基本一点的解说 接着要来跟你们分享其他部门所推出来的其他券种啦 首先第一个部分是义放券 那这次的额度呢是600元 义放券呢这次限量300万名 而且呢他是需要抽签的 他可以使用地方包含的义文音乐展览 书店出版社电影院等等的 所以啊如果说你今天是要买我的书25岁存到100万的话 他一样呢也是可以利用义放券来进行购买的 接着第二个呢是农油券 他这次的额度呢是888元 那他是限量146万名 一样呢是需要抽签的 他会在9月22号的时候开放登录 在第一阶段的时候会抽出88万名的 而在第二阶段则是会抽出58万名的 他可以使用地方包含的休闲农场 森林育乐场 观光渔市特色主题农油业等等 接着第三个呢则是动资券 他的额度呢是500元 那他呢是限量200万份 并且呢一样是需要抽签的 而他可以使用地方包含的运动比赛相关的店家 接着下一个要来跟你们分享是客装券 他的额度呢一样是500元 他呢是限量40万份并且一样是需要抽签的 他可以使用地方包含的指定的餐厅 民宿或者是社区的零售商店 接着下一个要来跟你们分享就是前面有提到的 好食券啊 他的额度呢是500元 他呢是限量400万份的 他是不需要抽签的 但是呢他的前提呢就是你今天必须绑定数位5倍券 并且呢是在前400万名的名额才可以拿到这500元的额度 他可以使用地方包含的餐饮场所 高饼店家 市场啊 或者是夜市等等 基本上就是跟吃了有关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好食券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绑定数位5倍券有在前400万名的名额的话 基本上呢就是有5500元的额度哦 接着下一个要来跟你们分享是国旅券 他的额度呢是1000元 而他呢是限量120万名 一样是需要抽签的 接着下一个要来跟你们分享是哀员券 他的面额呢是1000元 而他呢是限量10万名的名额 他可以使用的地方包含的原名券认证的手工艺品店 或者是餐饮店 接着下一个要来跟你们分享是地方创生券 他的面额呢是500元 他呢是限量20万名的名额 并且呢是需要抽签的 他可以使用地方包含的地方创生相关的事业 那其实我对于地方创生这个词啊 有一点点的陌生 所以啊我之后又在上网查一下 地方创生这个词到底包含的什么意思 我查到解释就是地方创生是结合产地的 也就是呢地方的地理特色以及人文风情 活化地方并发展出最适合在地的产业 我在猜可能是有点类似观光业的东西 但是目前呢还没有详细的店家公布 所以呢最详细的资讯呢还是必须政府那边公告为主 好那以上就是有关于五倍券以及其他券种的基本介绍啦 接着要来跟你们分享是各家银行有公告出来 信用卡绑定五倍券享有的加码活动 但是这个部分呢我只会简单的跟大家分享 后面呢还会有详细的分类影片 首先第一家银行是台湾气银 你今天不论新旧户啊利用信用卡绑定的话 累计消费满5000块的话就可以再额外加码300元 它呢是限量前一万名的名额 并且呢在9月22号的时候会开放登录 接着第二家银行呢是永丰银行 你今天不论新旧户只要绑定五倍券呢 都会在额外加码10%的封城购物金给你 那最高的回馈上限的是500元 而它呢是限量前一万名的名额 并且呢一样是在9月22号的时候开放登录 如果说你已经是新户想要绑定的话 我这边会比较推荐你可以申办永丰Sports卡 因为啊如果说你已经是新户在核卡30天内 绑定指定行动支付任刷三笔的话 就可以在额外想要500元的封城购物金 它的行动支付包含呢 Apple Pay Google Pay Sansom Pay Line Pay Gami Pay 以及Fibi Pay 所以啊如果说你已经是新户 并且利用永丰Sports卡消费满5000块的话 就可以想要1000元封城购物金之外 再额外加上这张信用卡3%的回馈 所以最高可以想要23%的回馈喔 但是如果说你已经是在指定通路上面消费的话 这可以想要8% 所以最高可以来到28%的回馈 接着下一家银行要来跟你们分享是台新银行 你今天老师新户绑定无配券 就可以再额外加码800元 而如果说你今天是旧户的话 只是额外加码100元 那你今天必须在10月31号之前就消费满5000块 并且呢新户以及旧户各限量1万名的名额 如果说你今天是新户并且申办Flygo卡 无配券消费达标之后呢 就可以额外再享有Uber Eats8个月的优享方案 而这个活动呢是限量前2000名的名额 接着如果说你今天绑定无配券在10月31号之前 消费满5000块 并且是前1万名的话呢 就会再额外加码200元的刷卡金给你 所以啊简单来说 如果说你今天是在前1万名消费满5000块的话呢 新户就可以想要1000元 而旧户只可以想要300元的刷卡金加码 那我这边会建议可以申办Flygo卡 或者是Flygo卡都可以想要还蛮不错的回馈 接着下一家银行要来跟你们分享是地银行 你今天不论新旧户呢都可以想要300元的加码 那它是限量前5万名的名额 我这边会建议你可以申办第一银行的Ideo信用卡 你今天早上是新户啊 利用Apple Pay消费都可以想要6% 而旧户呢只是可以想要5%的现金回馈 接着下一家银行要来跟你们分享是联邦银行 你今天不论新旧户最高都可以想要1000元的加码 它是限量前3000名的名额 它比较特别一点就是 如果说你今天已经符合资格的话 它在次月的25号呢一次给你500块 接着在每个月的25号呢分批给你100块 那我这边会建议你可以申办联邦的LINE点卡 这张信用卡在国内都可以想要2%的LINE point回馈无上限 接着要来跟你们分享是目前呢公告加码最高的银行 这家银行呢就是新展银行 你今天早上是新户并且呢申办新展ECO永续卡的话 就可以在额外想要2000元的加码 你今天必须要在11月30以前申办 并且呢要设定电子账单 而在合卡45天内啊必须绑定你的5倍券 而你只要累计一般消费达到3000元的话 就会在额外送你2000元的刷卡金 而这个活动呢是限量前15000名的名额 那如果说你今天使用分期、零利率 并且累计的消费金额达到25000块的话 他会借额外加码1000元的刷卡金给你 而这个活动呢一样是限量15000名的名额 新展ECO永续卡在国内可以想要3%的现金点数回馈 其中加码1.5%呢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10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6666块 这张信用卡的特色就是你今天就算缴保费 一样也是可以想要回馈的 所以啊如果说你今天是新展银行的新货号 我个人觉得这次的加码活动啊是可以值得参考看看的哦 好那以上就是这次无备券懒人包的相关内容啦 如果说你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话 也都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不要忘记帮你喜欢或订阅我 记得开启喜欢当时才不会错过每次上线影片 想要关注我更多生活动态的话 欢迎follow我instagram或是按订分专业 也可以叫会员帮助我创作更多精美优点影片的虚优 我们下再见咯 外部 其实呢你们可以发现无备券呢 如果说你今天要绑信用卡的话 基本上都是新户的优惠会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各家银行都想要抢攻新户增加他们的半卡量 那我这边啊就跟之前推测一样 基本上外商银行给的优惠都会比较好一点 比起比起台湾的本土银行 外商银行的优惠相对会比较好 像是仙展银行这次的优惠我个人觉得还蛮不错 而去年的优惠最好的好像是渣打 但是目前渣打花旗或者是美国运通等等 都还没有公告他们的无备券的加码优惠 所以呢还是需要再等看看 最后呢我还是会帮大家整理 像是紫本的无备券或者是数位无备券呢 他有哪些加码以及不论新救护都可以想要加码的方案 我之后应该会整理两到三支影片给大家 所以啊如果说你对无备券还有一些问题的话 都欢迎你们留言在下面 我之后会再统论起来拍出一支影片给大家了